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 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 走进中国舞异 重温经典记忆 将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本节目由《综身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 三十年前 国内第一部长篇室内连续剧《可棒》 在央视播出 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五十级的剧情长度打动亿万观众的同时 该剧所创下的边风效应成为一个时代的收视神话 屏幕上 温柔善良的刘慧芳 憨厚朴实的宋大成 心直口快的刘大马 自我自立的王虎生 快人快语的徐岳娟 高傲清冷的王亚如等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 三十年后 可望五十多位台前幕后的主创人员首次齐聚《中国文艺》 共同追忆创作过程中那些难忘的苦辣酸甜 《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电视连续剧《渴望》播出三十年 走进《中国文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节目 我是盛丹 本期节目的致敬主题是 电视连续剧《渴望》 有过多少往事 我只是一个配角 我只是一颗棋子 让我进的时候我进来 让我退的时候就退出去 我觉得能够容忍我的有时候坏脾气 我能把这个活坚守下来 是他们能够坚守 对一个年轻的导播 这个犯了很多的错误 大家都能够容忍 所以我在此一定的都表示感谢 是大家的创作 集体的创作 而且是当时的实际的生活 影响了我们大家 大概拍了有十几集戏的时候 我都不敢跟雪剑老师说话 这是当时得的音响讲 叫海淀锅炉碑 蹲在椅子上 站在椅子上 想把全身的劲儿 用在这几个手指头上 用不上 我们几个人拍到一半的时候 全都血压高了 这个悠悠岁月 欲说当年好困惑 三十年过去了 现在我想说 悠悠岁月 欲说当年好珍贵 爱情是怎样逝去 是怎样逝去 又是怎样步上群山 又是怎样步上群山 现在坐在我们舞台上的三位 是在戏中扮演王子涛的表演艺术家 蓝天野老师 扮演王亚如的黄梅颖老师 还有扮演田丽的庞敏老师 他们在戏里的精彩表现是什么样的 我们再去回顾一下 这么多年了 愿看着孩子们都长大了 我才觉得自己真是老 很多事情理解不了他们 如果护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您多担待 我想要爱你想要给你的温暖 你偏不要 我叫你不要说 你非要说 放着情人不当 你偏要当杀人凶手 你偏要让我恨你 雅若 你别这样 你听我说 住口 你出去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走 雅若 你给我滚 雅若 就算你走运 那天亏得我接班 接着电话老不见你来 我就觉着不对劲 跑了大门一看 马路对面一大堆的人 有孤奶奶您咯 晚一点我们丹丹 就成了马路天使咯 蓝老师 您给咱开个头 怎么想到来接这部 这可以说是室内剧的表演呢 我最初没有接这个戏 而且我记得 是赵宝刚导演去找的我 说有这么个戏 当然我就说 我就先看剧本了 看完剧本之后呢 我觉得让我演的这个角色呢 我就说 我就感觉不在这个渴望的这个故事 脉络里面 脉络当中 他不在这个戏的这个 矛盾冲突当中呢 这种戏就特别难 特别难 所以我就最初我就说 我就没有答应 那后来怎么没有答应了呢 宝刚呢就跟我说 说那这样吧 那我跟我们那个导演 卢晓威导演跟他说说 让他直接跟您联系 我说可以吧 但是我这时候还 基本上没有想去 这卢晓威导演 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也不跟我说呀 说你是不是来演 不来演 他就跟说 我准备这个剧本呢 我怎么改 这就已经说了半个钟头了 我就一直站着 接电话接了半个钟头 我这汗都滴下来了 完了之后还在那说 我这个 还想加一场什么样的戏 或者哪点我要怎么改 我说 萧威导演 我说这样得了 我先答应你 我实在 实在站不上 实在受不了了 我先答应你 但是呢 我找个时间你来 我跟你谈谈 对这个剧本啊 我有什么想法 咱们一块聊一聊 我的印象就是 放三天假 初四就拍我的戏 这时候人家 我这时候如果我不答应 人家 人家春节这三天找谁啊 对 那我就去吧 我就是这么就参加了 但是说实在 我觉得卢晓威导演呢 他还很认真的 就是啊 他真的是他自己动手修修改剧本 有一场是后家的 就是我们这一家子 有一个大的 好像也是一个什么过年过节啊 有一个全家 就是 他家是给你过生日 对对对 给两个人过生日 结果呢 因为亚如 这个王亚如 这是黄梅英演的这个 就吃吃饭呢 就跟他那个 恋爱对象那罗刚啊 就 当时田丽这个角色当时 就 当场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这顿饭就 不欢而散 对 所以就这场戏 加进来的 加起来大概有15分钟 这完全是 后家的 所以我说 这个卢晓威导演呢 还真是挺认真 挺遵守信诺 从邀请您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赵导花了心思 卢导呢也是花了时间 把您给磨来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您看渴望是经典之作 这个是毫无疑问 所以当时啊您答应这就对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是吧 蓝老师 对 反正 说实在 这个戏呢 当然从整个我们那个 各个职能部门 设计 工作人员 我们的演员 合作的真的 应该说合作的特别特别好 戏里的雅如 跟咱们回忆回忆这个拍戏的经历 其实雅如这个角色挺难拿的 挺不好演的 您怎么把握的 我觉得雅如这个角色 吸引我的最大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丰富性 开拍之前 我确实只看到了十几 大概十五集的剧本 当时还有一个说法 说那个 王雅如是被导演骗来的 为什么 好的 其实我觉得 没有这个片 我接渴望这个戏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 已经年龄到 一个中年女演员的那个年龄 我觉得即使我当时 能够看到渴望全剧的剧本 我也一定会来演王雅如 拍渴望之前 我虽然拍过很多的电影 电视剧 但是我演的人物 基本上都是一些 温文尔雅的 比较柔弱的 性格也比较简单的那种人物 但是我觉得王雅如这个角色 拓展了我的戏路子 我以前没有经过 非常专业的院校来培训过 这样的 所以我其实当时压力也很大的 刚才那个 蓝老师说 其实很紧张的 你如果整场戏拍下来 你有一个演员说错了台词 其他演员就要陪着你 重新再来一遍 所以我当时很怀念的一点就是 我们演员当年的演员之间 互相那种帮助 互相友爱 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的那种精神 我非常怀疑 所以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应该感谢渴望 我也要感谢罗小薇导演 和导演组 最后确定让我来演王雅如这个角色 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其实我是第一次跟您这样近距离接触 我相信可能有些观众没有看过您的访谈节目的话 在印象当中永远是那个 我们有一点觉得有距离的大姑王雅如 王雅如这个角色 当时渴望播出以后是有点招人恨 我就当时我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在路上或者商店里 碰到一些观众朋友们 你就是渴望里面演王雅如那个演员吧 哎呀我太恨你了 不过你演得太好了 她特别像我的姑姑 就这样的情况特别多 我觉得 那是那个年代给人留下的烙印 其实我觉得过了那么多年以后 观众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前一段时间我还在 微信上还微博上看到一个影迷说 我小的时候看渴望 我恨死王雅如了 我觉得她就是个坏女人 她长得太丑了她说 然后她说我 当我长大了以后 我也读了大学 我有了很满意的工作 我就特别喜欢王雅如 我觉得王雅如是一个 特别自强自立自信的一个女人 的确是这样 在不同的时代 我们看曾经的故事 都能找到新的答案 这也是我们的剧 一直能够经久不衰 能够不老的一个原因 我们再说说这个庞敏老师 戏里扮演的是田丽 最懂王雅如的人 也最敢说王雅如不足的一个人 很多事情可能没有您 都没有中间的一种调停 您怎么把握这个人物的 田丽这个人物 是一个道具型的人物 在整个戏里面 他没有个人的情感起伏 也没有命运的跌宕 但是这个人很忙活 他身边出现的 这些人出现的这些苦恼 发生矛盾了 他总是出来做工作 猛一看这个人 好像无关紧要 实际上在整个剧里 缺不了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我觉得导演设置这个人物 他就想要有这么一个人 来穿起来王家的相关的人和事 这是一点 第二个呢 导演在雅如的身边 安排了一个陪伴者 雅如这种烦恼 这种情绪要发泄 要倾诉 谁来听啊 田丽来听 就跟唱永叹调一样 你唱半天你只要有人听啊 是吧 田丽来听 那么对于雅如这种特殊的性格 田丽要包容她 对雅如这种命运当中的磨难 她处处要护着她 心疼她 是吧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剧里边呢 只要这两个任务明确了 把位置找好了 所以之后应该说 田丽在整个的戏当中的生活 就很自如了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应该说田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 也完成了导演的意图了 对 在戏里看您的戏啊 就感觉就跟田丽这个人物一样 给我们的感觉特别舒服 它就像一个自然而然的 让我们很相信这个人物的存在 您怎么做到让观众觉得非常舒服 非常信任 同时还不能脸谱化 不能真的像道具啊 还得让我们能够记住呢 其实啊就把握一点 真 对朋友真是好啊 所以在渴望播出以后 好多人其实挺羡慕王雅如的 说你看王雅如有这么好的一女朋友 是吧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说田丽有委屈吧 有 是吧 有忍让吧 有 她披头盖脸就把我骂了 随便骂 对 说翻脸就翻脸 对对对对 但是我呢 就觉得这人 不错 就是吧 这个对上眼了 没办法 这个就对她好 其实后来我们生活中也是啊 黄美颖我对你挺好的 那当然了 现在也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出去演出 我跟你说 她有个最大的毛病 老辣东西 我跟她住老住一个房间啊 就把雅如跟田丽的 只有很多习惯都延续下来了 她说 呀搬家了要走了 要走了 然后我一定要最后去检查一下 一会儿一只袜子 我这是她 一会儿一个肥皂盒 忘了就是她 所以就这种关系一直延续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剧里边就是真诚 对朋友的这种真诚 是吧 没有任何的回报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 因为这个小微导演 也就是欠我一个欠我一部戏 小微导演呢 小微导演 这个刚才你也说了 你说我有个很好的家 观众也说的 对 你说这个田丽这个老公是谁啊 对我觉得肯定特好 田丽老公 然后后来不是听说要拍续集了吗 对 好多观众就把我老公的这个角色就出来了 就延续了 都把它编进去了 但是可惜没有拍续集 对对对 其实我也很羡慕就是我跟王雅如 就田丽跟王雅如的这种特别真 特别纯的这样一种朋友关系 现在叫闺蜜 但是她们之间的这种闺蜜好像比现在还要纯 其实我觉得啊 因为好像我的印象当中 就是因为我这个女儿这个王雅如啊 确实是她心受伤 对 她甚至于说她的心理状态有点扭曲 对对对 是吧 她其实呢 这个她这个同事这个朋友 你说现在比现在的所谓闺蜜啊 那个不一样的 不是一个概念的 那真是一个就是因为 你们知道吧 旁边人家一直是做领导的 做领导的 没有没有 我是做演员的 是 你说说 所以啊 你说说 她真的就是这个气质 她特别能够知道 就是真的有很多好不是可以 不是必须说的 说王雅如你不要这样 你应该那样 不是 但是她站在旁边 她就能够给自己这个朋友 给王雅如一种 心里面上一种慰藉 对 对 老爷子谢谢您 谢谢您 看到了甜蜜了 这个戏我觉得 就是这段我看的 就是刚才 盛南你用的这个词 特别就是他们这个关系 对 特别舒服 是 这个 所谓这舒服 就是特别真诚 对 就像那个帕米说的 我们系里是闺蜜 其实生活中也是闺蜜 帕米这个人很能干的 她真的是 各方面都比我强 她虽然年龄比我小 但我是个 有点大大咧咧 马大哈的 而且时间观念有的时候 确实也不太好 她就一直在旁边要监督我 黄明音 时间快到了 你快点快点快点 这个拿了没有 别忘了这个 那样的 我记得 甜蜜 而且是个特别热心的人 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 唐敏 有一天她说她买了一支 梅笔 她说要不要 要我哪天也跟你 我说好啊好啊 她果然没几天 就买了一支送给我了 所以我跟你讲 我这支眉笔 三十年了 我都没有扔掉过 这么长 现在用的这么短 我还是放在我的化妆 那个包里面 竟然能看到 真的是一种 非常珍贵的回忆 放在那边 蓝老您看您女儿 坐在身边 这个女儿的闺蜜 也在身边 现场有这么多 系里的朋友们 在一块相聚 但是在系里 就是有一个遗憾 其实按照这个 王家一家人来讲 她是家庭成员 但是在蓝老师登场的时候 她已经没有 在演她的戏份了 您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谁 就是王家的那个 王母肖池老师 对吧 电视剧《渴望》当中 有不少穿针引线的 线索性人物 虽戏份不多 但又不可或缺 在这些角色当中 表演艺术家肖池 饰演的王滬生母亲 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五集的戏份拍完之后 她就与剧组失去了联络 直到此次三十年重剧 栏目组才千方百计 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 找到了九十二岁的 肖池老师 只瘦也不黑 这个静静的小院里 肖池老师已经生活了二十六年 无论春夏秋冬 老人每天都会在小院里 静静地待下去 静静地感受四季文回 和岁月的变化 年纪的缘故 三十年前拍摄渴望的细节 老人已经记不大清 但七十多年前参加革命 特别是当年在前线 抗敌巨社的经历 老人记忆依旧清晰如昨 年纪真那时候搞起来的 搞起来以后 就是警察警 后来 就 后来就 抗敌起来了以后 其他 后来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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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脑子 我这个跟萧迟在戏里边没有见面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原来见过 他还是在中系上学的时候我见过 但是后来这几十年到现在 我直接听说这次好像萧迟要来 这我几十年都没有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咱们看看能不能把萧老师请到舞台上 让王嘉一家人团聚一下好不好 是吗 你们 我们做了这个工作 来我们请萧迟老师 买了 我们快到玩了 穿起来 抱抱你 妈 妈 你快到 我快到 你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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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 这是小李 小李 你不是女儿 这是我 那这是谁人 她是爱着 她能想起我哥 我哥的儿子的身份 因为今天萧池老师精神状态特别好 来到这儿大家都特高兴 萧老师现在其实过着田园般的生活 一样天年 为了这次聚会 萧老师特地买了新的衣服 然后说当年言渴望 萧老师跟家里人说 说我去拍一部电视剧五十集呢 结果很快就回家了 没有 一进去 我就说五十集 五集 去了就死了 但是不遗憾 因为您在戏里那个人物的愿望 是惠芳跟这个 妈妈 您是希望惠芳嫁到这个 咱们绑家来的对不对 对 跟互生成一家人 这个惠芳也完成您这个心愿了 关键就是俩老伴没见着面 现在今天在台上 咱们一家人也算团聚了 这样你们补一张全家福吧好不好 我都以为 太好了 您就站好 来来来 咱们留下这张全家福 祝愿大家幸福 祝愿每一个家庭都团团圆圆 我真想谢谢这个剧组 剧组让我们在戏里边 我们这两个儿子没见面 在这儿见面了 这次剧舞台上的三位嘉宾 有两位已经是我们中国文印象经典之境的老朋友了 作曲家雷雷老师 词作家一鸣老师 还有一位呢 就是在戏中为我们演唱插曲 每一次的歌手张鸿生先生 雷雷老师和一鸣老师 怎么接到这样一个 为电视剧创作音乐的邀约的呢 因为我前面跟中心合作过 一个四十同堂 一个便衣警察 然后呢 他们就说咱们再继续合作吧 这次争取三连贯 所以我就压力特别大 我写《可望之前》 我可能就写过两三首歌 我那时候在外地的一个大学 教讲文学史 就是我有工作 也有工资收入 但是那个小微导演 还有宝刚 他们也比较客气 就这样 后来我也接受了 其实私心也觉得是一个机会 参与了之后 确实改变了我的一生 改变了我的一生 直到今天还在写 咱们是先有个机家的一生 这个《好人一生平安》 和每一次是先有词 雷雷普的曲 中间那个《悠悠岁月》 也说当年好困惑 是雷雷先在钢琴上弹了曲调 然后填的词 这有这么一个过程 那从音乐这个作品上来讲 演唱者其实真的是 这个二度创作 比如说咱们就拿台上的 张鸿生先生来说 张鸿生 我们那个 就是特别巧 应该是89年吧 那是1987年 这个咱们中国 音学搞了一个 中国十大青年作曲家 继十大歌星演唱会 那在演唱会 我参加了这个演唱会 在这演唱会当中呢 有幸结识了雷雷老师 我觉得真的是 我一生当中最大的幸运 这歌词是怎么想到 用那样一种平实的 但是又很能打动人心的词 去讲渴望这一家的故事的呢 我们接到本子 就是前二十几本子的时候啊 有点惊艺 大成 刘慧芳 这些所谓该编子的胡同里头的 就是这些人物 过去很少能够 在我们的荧幕 或者视频上的出现 当时我们看的时候 也挺兴奋的 等于给我们的音乐创作 做了一个框架 所以你说 一名你的词啊 雷雷曲调啊 平时啊 感叹啊 沧桑啊 你不是音乐 开始关注到这些平民百姓 首先还是电视剧 电视剧 要如果说这个和 随着电视剧热播 这些歌曲呢 有了一些影响 说平民百姓爱听 菜场爱播 大妈买菜的时候 做早点的时候 都在唱两句 哼两句 这都是拜电视剧所赐 我们也特别感谢 这个一鸣老师和雷雷老师 把这部电视剧当中 我们的一些情感 我们的一些诉求 我们需要表达的一种 压抑的心态 我们需要的释放 都经由这些音乐作品 带给我们了 我们接下来把舞台 就交给洪生好不好 我要为大家演唱的是 每一次 茫茫人海 过来 终生寻找 你心伤醋 就别说找到 不去 不去 希望还在 在明天会好 毕竟悲欢 也别说经过了 每一个发现 都出乎意料 每一个自己 都离人家 每一次泪香 都是新感觉 每一次流泪 也都是图意藏 每一个发现 都出乎意料 每一个自己 都离人家 每一次泪香 都是新感觉 每一次流泪 也都是图意藏 每一次流泪 也都是图意藏 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的诸位 都是幕后功臣 当之无愧的 咱们就从站在我身边的 李老师开始吧 三十年过去了 回忆起来曾经的苦也好 乐也好 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这种史能玉的拍摄 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一次 那么由于拍摄的进度的加快 那对于我美术部门的场景的要求 就要跟得上 五十集拍完之后 我们美术部门合作 没有因为我们美术部门的场景 耽误这个戏 一次的戏 所以说这部戏 播出之后 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播出的效果 当时心里感到很欣慰 三十年过去了 现在自己心里边 都感觉到本心无愧 场景混在很快 三天一个场景 马不停蹄地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不分彼此 可以帮化妆的忙 也帮道具的忙 帮致敬的忙 我还经常给他们刷墙 刷出那个绘画的效果 像真实的效果 这个应该不是美工干的 但是我们都在一起干 还有别的部门也帮忙 合作得很好 非常好的合作 非常好的团队 我就是带了两张 因为当时画了一百多张图 全都是小图 然后后来在渴望拍完以后 然后又画了两张大图 这一张是惠芳符 惠芳这个人物像一朵荷花 应该表现她的唇朴和唇洁 所以给她设计了一件淡紫色的 带着荷叶领的服装 后来这个服装制作完了以后呢 我就发现穿的身上 跟我的预期不太一致 然后就跟柴峰商量 就把领子去掉 保留一个装饰扣 然后厂生里头给她加一件秋衣或毛衣 让搭着穿 然后凯莉来试装的时候 当时我一发现一个凯莉 她本身的条件很适合这种款式 第二个就是发现这个 刘惠芳这个人物的那个贤淑 还有她的那个稳重大方 都呼之欲出 所以她后期的服装几乎一年 用了这种没有领子 不管是双排扣 单排扣 都是没有领子这种搭配 谢谢您 其实也引领了惠芳的这个服饰的一个风潮 这个很磨蹬啊 这个服装呢就是王雅如 当时给她设计了她几个时装 真是就是可以说 比较引领时装潮流的 她这个人物身份转换的比较厉害了 所以就给她超前一点 这双鞋因为我们经费很困难 五十级就有一万块钱的这个服装经费 这是在展销会用十块钱买来的鞋 很漂亮 但是王老师呢 第一次穿 从楼上下楼梯就把脚给拐了 当时赵冈涛也还把我说了一顿 说这让演员一个没法表演 确实服装是经费太紧张了 那最后期还穿的这双鞋还是换了 我给她买了五双 就根据不同颜色衣服配鞋 然后她就知道比较小心翼翼地穿了 所以我就是想说 除了服装设计在影视剧的这个 这个里头功能 除了一个深化主题 加强人物以外 还有一个引导潮流和追求时尚的这么一个作用 真不容易 当年经费这么紧张 但是却挡不住这个潮流的引领 真好 五十级的这个戏啊 这个室内戏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经历 当时十四个演员 我们只有三个人 而且它是一场戏四分钟五分钟 那么对于化妆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而且那个三机同拍 这个三个机位是这样的 你四分钟的戏 你根本没有时间去修妆 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而且室内戏的光呢 比较都是相对于来说是高光 那么这对于妆面来说啊 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从发型来讲也是 我们那时候制作啊 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制作 你看那那个雅如老师的辫子 我说的是细节方面的 你比如说它那个辫子 它其实大家看这个辫子没有什么 但是我是觉得体会最深的就是 如果你没有完成这个 你就是很大的一个遗憾 对 那那辫子就刺出来了 真头发是不会刺出来的 这就是三机拍摄对于化妆来说 我的一个体会 所以我觉得很难忘这一段经历 对于工作和我们的生活 满满的正能量 满满的正能量 让我们把正能量延续下去 李宪奇老师当时在戏里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动辄包饺子 炸酱面 大家吃了好多饭 也做了很多饭 当时经费又那么紧张 您当时怎么把这个 花最少的钱 办最多的事做到的呢 这个是 你这句话是我们主任的口号 真的吗 少花钱多办事 争取不花钱也办事 但是那会儿最难的 还不是做这些便饭 更难的是 没车 没钱 那会儿的东西很难寻 它不像现在 有很多东西你都很好找 那会儿租 租不起 买 买不起 你说这是有合适的 那价格可能又太高 但是那个又得满足 这个美术的要求 满足这个人物的要求 所以就只有一个 空空的一场景 干起来很难 很费劲 在这里边就要靠大家了 比如说就是 组里的很多人 老范 小段 包括我们制景的王师傅 很多人都把家里的一些东西 有大件的 有大的唱鸡 还有的柳条箱 有提包 包括一些饼干罐 等等很多小东西 都给搬过来 包括社会上有许多不认识的人 你碰到人家了 跟人家把自己的难处 把自己的事情跟人家讲清楚了 都会伸出一把手 有时候不是钱的事 可能就是你给人家一支烟 大家不为名不利 都是一心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只要你有难处 只要我有能力 就一定会伸手 去帮你一把 希望我们现在能够 依然把这种精诚团结的 这样一种圆融的氛围 在我们渴望剧组 这个进行下去 继续下去 李维老师当年是场季 这个戏我了解了一下 很多场景是跳拍的 所以这个场季的工作 是不是就变得 一点都不能出错 而且非常的繁杂 是的 我一进入这个现场 我首先看到了一个钟 这个道具 其实我和刘大妈 也有这么一个钟 所以我觉得我们导演很心细 可我跟这个钟的故事 和道具组 就可以说是五十集的故事 那么每一次一年四季 我们拍了十多年 就这个钟 现在是几点了 现在还有一个挂历 那挂历是几月了 然后我们都要开始算 然后都要记 包括月份盘 该撕到哪去了 然后所以我就看到这个钟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故事 其实做场季的话 就是无非就是上传上通下达 其实用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一块补丁 哪缺哪我要补哪 而渴望这个场季 我不但要把演员的情绪 台词 还有镜头要记录下来 而且还要把我们浮化到的 要做详细的记录 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我们美术组的老师 谢谢你们 真的 我们这是在一个战壕里 可以说是 过着心惊肉跳的生活日子 因为什么 这个渴望呢 尤其前面还好 到了后二十集 这个剧本是边改边拍了 只有一个大的场景表 然后导演每天要写出 二十分钟的戏 然后我们就拍摄 可以说几乎没有人知道 整个的故事的发展 所以这个时候场地的作用 就非常重要 导演是怎么想的 下面的故事是什么 这就需要场季 及时地理解 然后通知各个部门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经常会碰到 比如说 在上场之前 浮化到负责 可是演员上场之后呢 就由我场季来负责了 比如说演员服装机 一进门一下脱了 然后呢 我就得记住 挂哪了脱哪了 出门穿上没有啊 比如说 那个像李雪剑 特别会演戏 穿裤子穿得挺好的 给刘大妈搬没 搬着搬着 就把裤腿挽起来了 你赶紧得写上 对 挽腿了 挽到哪 然后下一场戏是 他到外头搬 我们不可能说 一下拍完 就先拍那个院子里的 然后再拍外头的 而这个时候呢 演员是在情绪当中 他是不会记住的 那么就场地要特别注意 所以呢 我最紧张的是什么 我就怕开拍前 浮化道 还有导演 客户门来问我 导演突然来一句 擅长去 画左画右 什么警戒 我就得 我必须回答上来 我答不上来 就一身冷汗 在这个过程中 真的就培养了我 就是特别要严谨 特别要认真 一点都不能马虎 所以从这些细节里头 我就感觉呢 我还可望最 最这个欣慰的是 五十几 没有一个传棒镜头 这是我最最安慰的 你看多么好的起点 多么好的终点 能够证明咱们团队 对于每一个工作细节 都是严丝合缝的 才能打造这部精品 再一次谢谢你们的敬业 谢谢 谢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在这个短片当中 会出现的一些角色 也许不是最主要的角色 但是他们却为这部戏 加分不少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精彩的表演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 今天我们要 把他们请上舞台之后 您还能不能对上号 还没完呢 我都累死了 少废话 去 掏俩自己的 来 当给我 不是吃肉的吗 大成哥好吃很适合 那是大成哥 你怎么弄的 我忙不过来 不是我摔的 一个孩子摔了就摔了 还值得笑个没完 帮带弟弟到外面去玩 妈妈 不是我摔的 是东东摔的 东东 究竟跟你闹着玩 小孩子哪有喝酒的 我喝 我喝 给孩子喝 来 听姥姥的 东东喝 惯着他 真好 咱们一块热闹热闹 你是谁啊 范松青 范进的范 松树的松 青天的青 大家好 我是刘逸 在渴望中扮演少女时期的小芳 三十年过去了 你还认得出来我吗 我现在居住生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渴望并不是我参演的第一部影视作品 但是它是我参演的情感戏比较厚重的一部作品 这次呢 虽然不能来到北京的现场 我还是非常非常感谢 向经典致敬节目组能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在三十年后 在屏幕上和大家再次见面 我再次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平安幸福 谢谢 刚才跟观众留了个福底 让大家对对号 我相信有些观众猜出来了 但是可能有些观众真猜不出来 你们自己介绍一下 您先来 我是刚才放映出来的那个范青松 就是给王雅如介绍对象的那个人 英剧团呢 对 这个人物呢是 我特别感谢陈李导演 我也算是就场如就火 原来说是有一个演员定了 但是第二天来不了 晚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说明天早晨五点多 到乡山去排这个人物 陈李导演特别认真 我穿饭去到他们家 完了他跟我说戏 拿词 完了以后 找邻居界那个 当年的那个蓝色的那个中川庄 还有那个眼镜 黑矿眼镜 就是反映时代那个 给我讲戏 完了我 基本上这一酒吧 我没有太睡好 怎么演这个人物 这一脑子就是 繁繁复复的在里面转这个 因为什么我们有一句老话 许多的老艺术家 给我们从小教育 就是要不管大小角色 都要认认真真的 去完成你所担负 这角色的任务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我永远记住老艺术家们这些教导 现在我70多了 我现在在中系还在教学上 传承传统艺术 我自己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艺术 传承下一代再做点力量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方的扮演者 张吕飞 是那个婴儿之后的 出现的那个小方 就是刚才说两个小辫的那个 对 那会儿拍戏时候你多大 三四 都还不太懂事呢 是吧 没什么记忆了 就是只能 那会儿是我妈妈跟着我去拍戏 她说一句 我这边就是 大概跟我讲个整个东西 完了我也要背台词 完了 那个当时是我第二部戏呢 第一部戏就是 跟李学健老师演李大钊 我就演他小女儿 完了这部相当于是第二次合作 在那会儿我也背台词 然后背完台词 就一场一场一场演 是属于这样 如果忘了 我妈就得在边上告我 包括如果要演酷的戏 他们管我妈叫盐药水 就是我妈得跑过去 跟我说说说说说 完了他们所有人都问 你说什么了 没事 完了一会儿就哭了 那你现在的工作是 我现在是中央戏剧学员毕业的 我也是在做演员 你看当年的小小方 现在长成了个子这么高的 亭亭玉力的姑娘 也在从事着演艺事业 好 谢谢你能来 大家好 我叫底音 我是渴望剧中小刘亚的扮演者 就是那个抱她回来的那个年纪的小样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参加节目时候 年龄比较小 我觉得其他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是 他的那个还是线性的 我觉得我是碎片性的 刚才在现场看刘大妈的那个 现场的那个录像采访 然后他说他得了渴望的好 我觉得我也是 而且我觉得肯定不光是我们在座的每个人 应该都是得了渴望的好 因为不管过了多少年 就是在你生活中或者工作中 如果吴亦中提到你曾经参演过渴望 大家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那种亲近感就有 他说哭戏 因为我戏里哭戏也不是 倒也不是太多 就一般如果说着说着哭可能行 但是突然哭 可能因为我也不算专业演员嘛 小时候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那个 就是他那个是上来就哭 而且是有点嚎啕大哭 就说你为什么把他送走 然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们凭什么这样 然后上来就哭 这个对我可能就有点难 因为要说着说着哭可能有情绪还可以 上来就哭 我又没有他妈妈在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怎么办呢 我当时我就哭 想半天急也哭不出来 后来那个宝刚导演说 这哭不出来怎么办 这那个化妆来给他演药水 然后就把我拉出去 这一拉出去 我可能是急哭的 我说那不能上演药水 上演药水 这不是演员一急一哭了 然后那个他们说 赶紧就这情绪 然后我就 我就赶紧边哭 把那词就说了 说完了好像说不错 好像但是说错一个词 就这情绪再来一遍 然后我又哭了一遍 真棒 我们为那个哭就要真哭 绝对不低眼药水的敬业的小底英 也在心里鼓鼓掌 真棒 谢谢 首先呢我觉得非常感谢咱们导演组 就是当时我记得我还在幼儿园 然后是从幼儿园里面挑出来的 从那么多的小朋友里面 选中了我们 然后给我在过去三十年 我相信以后也会 留下了人生非常重要 浓墨重彩的一笔 特别感谢 然后讲一点当时的回忆吧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比较小 因为我跟小芳 你跟雨菲我们应该差不多 你应该更小一点 因为你比 对我是二十一到三十几 对 就那个时候 因为在剧组里面我们就记得 当时我就特别怕两个人 一个是小薇导演 因为导演嘛很严肃 还有一个呢就怕姑姑 雅如姑姑 因为姑姑在我的 那个二十一到三十集的戏里面 一直是凶巴巴的 然后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也比较怕他们 然后当时也是 这个跟陈丽导演还 所以今天还提醒了这个事 因为当时还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得了心红热 然后突然那一下就发烧 然后中间还耽搁了很长时间 然后给大家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但是叔叔阿姨们 都对我非常的包容 特别感谢 然后之后还有一点小后遗症 就是一直眨眼睛 那是细里留下的后遗症啊 不是不是就是因为心红热 当时因为这个档期比较紧嘛 后面就要接着往下拍 所以反正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吧 不过你刚才说话 这会儿没长 我注意了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在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 做高管 哦 还是跟艺术有关的 对对对 好好好 谢谢 谢谢这个环节 各位能参与我们的访谈 谢谢你们 谢谢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观众朋友们 本期中国文艺 向经典致敬的致敬主题是 电视连续剧《渴望》 让我们共同聆听至敬此 一部戏说透当年困惑炎凉 一群人看遍人性美丑善良 一段情温暖悠悠岁月绵长 一转身留下路标见证梦想 能让人笑着流泪的 是好人一生平安的渴望 能让人又恨又爱的 是不加粉饰的真实力量 没有一座奖杯 能比得上观众留下的口碑 如果你不理解什么是万人空下 那一定是错过了五十级的渴望 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电视连续剧《渴望》 我觉得我们此刻应该为自己鼓掌 感谢我们那个青春过奋斗过的岁月 在我们的成长岁月里留下渴望 我们也把向经典致敬的致敬篇章 以及花束送给诸位 有请 这是我们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 我们也把它做成了首书 送给咱们剧组的成员 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身边 其实这部电视剧 都我们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了 但是我们却发现 这些戏里的朋友就一直在我们身边 始终为喜欢这部剧的观众朋友们 送上好人一生平安的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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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不还在身边 也曾细沉沉 相逢是苦是甜 如今举杯主缘 好人好人好一生平安 一起唱 谁能与我躲 相知年年翠翠 相好人好龙 真是天涯皆永远 此情温暖人间 你冲我鸡什么 又不是我订的 到哪儿都有 来计划拜吧 还定要找路子 哎呀东家有好久没来了 很忙啊 那奶奶说了 让这孩子百日之后 还得提名这恩人去 王大王 您瞧瞧我这丫头不像那么大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她什么都不害怕 是啊 十几年了 你也真不容易 哎弟 去找你爸爸 让叔叔坐下 哎呀 你相知年年岁岁 知识天涯皆有缘 此情温暖人间